兩名員警藍茶微停轎車 派出所長帶著員警仔細檢查駕駛身份 且到下一秒 銀色轎車突然加速往前開 所長不肯放棄奮力緊抓車門 轎車高速行駛大約五百公尺 最後猛力撞上路中央的護欄 所長被員警發現時 已經失去生命跡象 送醫後傷重不治 僅用背信掉落在路邊 劉信所長不幸殉職 但銀色轎車逃逸無蹤 案發後警方隨即成立專案小組 沿路調閱監視器 在土城中央路的停車場 發現肇事車輛並鎖定犯嫌 穿著粉絲上衣 低著頭不發異語 犯案的陳姓女子是毒品列管人口 被攔下盤查身份時 疑似心虛加速往前衝 劉信所長被她拖行了五百公尺 最後命上輪下 而她犯案後替車逃逸 躲到有人家中 但還是被警方尋現逮捕 本分局清水所 劉信所長於昨日二十三時許巡邏時 建議自小客車 為停於金城路二段 最上前攔查 駕駛成呂出示證件時 遭劉信所長發現疑似持有毒品 要求其下車受檢 為成呂拒絕受檢 並托刑劉信所長 自御名路口 衝撞護欄造成重創 劉信所長送醫 所長因公殉職 同事知道後都相當哀痛 而成績女犯嫌 徵訊完畢後 也會移到臺北地檢署 替自己財政行為付出代價 三線新聞丁偉杰顧原生常會文 新北常常報導